到达世界海拔最高民用机场 道陈亚丁 哈喽欢迎回到飞行男孩俱乐部 我是爱德华 现在爱德华站在这个地方 海拔真的高啊 很高啊 4411米 差不多相当于我现在站在珠摩朗玛峰的半山腰 而我身后的这个大飞碟居然是一个机场 而且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 道陈亚丁机场 今天爱德华是搭乘国航的空客A319 从成都天府出发来到这里 第一次挑战体验高高原航线的飞行 那毕竟我好久没有回国了嘛 做国内航班很兴奋 而且一回来做的就是国航 我仿佛就可以看到现在弹幕里面飘过一句 他还是那么关心国航 那前往世界目前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 一路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人的这个身体反应会是怎样呢 那现在就请跟爱德华起 完整地体验这一场高高原之旅 走 出发 现在是早上5点3刻 天才刚蒙蒙亮 但是可以看到整个天府地上人已经是非常多的状态了 你好 你好 本机口55号是不是远就有这个时间 好 谢谢 博航在天府这边的所有的高卡跟两丧直击 都是集中在异岛的 睡在最边边啊 不过这边其实动线是最方便的 因为在异岛这边直接博航完成直击之后呢 就可以到这边的透冷舱公务舱安检通道 而且我现在刚关我安检 只要左转身后就是这个博航的休息室了 所以博航在这边的动线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来之前我有做过功课的 知道博航在天府这边休息室应该是挺大的 但我没有想到原来这么大 麻烦给我一个老全都海味面吧 不知道各位吃不吃西洋菜跟葱啊 反正我是两个都要加很多的 早上起来呢还是要吃点热热带烫的东西嘛 面里我再加一个荷包蛋 它这边博航的面档啊可以提供四五种面 种类还是蛮多的 第一碗吃完了 第一碗呢是清汤第二碗肯定要点红油的了 毕竟那晚要上高原了嘛 所以我想啊还是要说吃的饱一点 我的老观众应该知道啊 我妈妈那边老家是四川安月的 吃辣是我的被动技能了 我只有来到云桂川地区才能够吃辣 在上海我都是吃不了辣 哎呀现在两碗面已经吃完了 其实我完全胃口吃第三碗了 但是我不想太辛苦师傅啊 还是算了吧 看到国航天府这个休息室 看到现在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此码从规模上来说的话 真的是很大 对大众旅客来说啊 整个餐食服务空间 我觉得都是很OK的 像国内的尤其是天府这样子的 新的大型机场的新休息室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自己亲身过来体验一下 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要登机的机型 国航的A319 现在一般国内飞高高原的 都是用这个主力机型的 号称高原小王子 A319它相当于是A320家族当中 一个缩胆机身的一个改型型号 尤其飞高原的话是要高纹性能改装的 因为是高海拔 所以说发动机的推力也要改大 包括供养装置系统 整个东西都要做更好 所以飞高原的A319是比普通的A319要贵的 你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现在我们进去登机了 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乘客人不是很多 毕竟还没有到这个属运高峰吧 我觉得去道成亚地应该是属迹人会多一点 国航飞高高原呢 这个历史是很悠久的 10年前道成亚地的首航航班也是国航直飞的 那一直到目前为止呢 国航他们已经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高原机队 虽然说从成都到道成也就500多公里吧 但是曾经的曾经呢 他们是需要花上两天半的时间才能够到达 但是现在有了空中航线 只需要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去那接见狂魔这个实力 就不需要我赘述了吧 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呢海拔又比这边高3900多米 差不多是把8个多东方米就给雷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是差不多爬升到了4500到5000米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待会我们那个机场的平地 确实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高度 那因为今天的飞行时间会非常非常短 应该只有50分钟左右 所以说他们机场可能是不会有配餐的 但是前仓呢还是可以抖个饮料喝的 陈多天府机场前往道成雅丁机场 现在飞行高度是9800米 飞行时间大约需要45分钟 我们将在北京时间的11点45分 11点45分到道成雅丁机场中间旅途一块 谢谢 飞高高原机场的运行的都很大 是有各种元素的 比如说地形复杂高海拔天气多变高温 哎高温这个可能一点反常时 大家可能觉得像暑期这种时候 这种高海拔地方很凉快嘛 确实现在夏天高原二十几度对人来说很舒服 但是从飞机性能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高温 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说 像在拉萨这种地方它的这个25度 对于飞机性能来说相当于是在平原地区的50度 所以呢从飞机的性能角度来说 所有高原机场都是高温机场 那现在飞机差不多要准备下降了 今天天气真的挺不好飞的 因为云层太厚了 所以也就看不到什么好的风景 现在我们终于是来到世界海拔最高的民航渠场啊 道成亚丁一个名副其实的高高原机场 高高原机场的定义是什么呢 海拔在2348米以上的机场就是高高原机场 那道成亚丁简直是一个超级翻倍嘛 它是一个高高高高原机场 包括它需要飞机起降的滑行距离都会增加 所以说跑道都会需要的比较长 道成亚丁这个机场的跑道是差不多4200米 天上去很长 但是各位想一下它的海拔是4411米 所以这个机场真的是好高好高啊 为什么感觉到这个地方就有点心跳加快的感觉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这个机场真的超凉爽的 甚至是有一些让我觉得瑟瑟发抖 我不知道是因为兴奋还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现在已经头一点头晕了 反正走路的时候还是要扶一下 那整个机场大厅的构成是非常简单的 左边这边是办check-in成绩的 右边这边就是进去过安检 反正现在出来之后 我是把全身带着的能够换上衣服全都换上了 然后我觉得确实这边海拔是高的 我没有来过海拔这么高的地方 所以现在眼前一切有一些眼貌精心 我觉得应该有哪里可以去买一下氧气瓶吧 感觉你快用光是吧 还有很容易按住 就这样子接住 然后按住 好 你说实话这玩意好像吸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就像是在吸空气一样的感觉 是不是每个人在这边都会要买一个呢 基本上 基本上 但这个东西好像机场这边是没有买的 我转了半天都没有看到 走路还是要稍微慢一点 不能走太快 我的确实会有一些晕的 到达世界海拔最高民用机场 道成亚丁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面这个高台上走 就可以看到整个机场的全貌了 包括这个跑道 刚下飞机就要爬这个高台 确实有些遭老罪了 我听说好像平常你知道运动越多的人 肺活量越好的人 反而到了这个高海拔地区你会不适应 我还是不说话了 我很难想象 这居然是在一个机场的正对面 但是此刻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还是我后面这个 哇塞 太美丽了 道成亚丁 而且说实话 这个远远看过去 有点像是上海的梅奔文化中心 此刻云层离地面是如此之近 感觉到飞机一起飞 就会一头扎进云层里面 这个景象真是太奇妙 太壮观了 那今天我们国航的高高原之旅是圆满成功了 那每次回国我都想去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转一圈 因为飞的国家也都越了解这个世界 我却反而会觉得自己对自己祖国的了解还是太少 所以要多看一些 多去一些 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10座民用机场里面 有8座是在我们国家的 那真的 从道成开始我想一座座走遍 那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像我一样 想去哪里就努力行动起来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分享 你最想去国内哪一个机场啊 也分享给我 那我说不定哪一天就去那个机场 对不对 我是爱德华 一个上天入地 目前在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的飞行男孩 欢迎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一半飞机再见 Ciao